中期,十二本六篮板一助攻,三次失误,六次犯规,杜兵雄泰,二十五分八篮板,二助攻,二抢断一盖茂,一次失误,两次犯规。 这就是两位亚洲球员在里奥格兰德和古都蛇和孟菲斯喧嚣的发展联盟比赛中交手打出的战绩,随着距离成场比赛还剩六分二十四秒,杜兵雄泰让周琪在自己身上,领到了本场比赛的第六次犯规,直接导致周琪六分下场,很多人的心里都开始有了一个疑问,周琪真的要将出现一年轻一代,亚洲球员第一人的宝座了吗? 情况也许和数据体现出来的并不完全相同,周琪被对手针对两人队内地位并不相同,首先从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出,周琪和杜兵雄泰在球队中的地位其实并不相同,孟菲斯喧嚣的球员对于杜兵雄泰相当保护,并且会有意识的给他喂球。 今天在好几次快攻中,杜兵雄泰都能够接到队友的传球,自己轻松上篮或者干脆扣篮得分。 在杜兵雄泰今天的25分的分中,有超过一半的得分,是来自于队友的传球轻松得分。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接到队友的传球后造成毒蛇球员犯规,罚球获得,而周琪作为毒蛇阵中最好的篮下悟空球员和外线攻击手。 从一上场就被喧嚣球员有针对性的打击,这导致周琪今天早早陷入了犯规麻烦。 第一节周琪仅仅登场6分15秒,第二节更是打了一分钟左右就被换下,全场比赛周琪仅仅上场20分钟,和杜兵雄泰的39分钟相去甚远。 这也是周琪在数据上,不如杜兵雄泰的关键原因。 杜兵雄泰就算下场,对于喧嚣的整体战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周琪下场后,喧嚣的中锋摩尔,就开始在内线肆虐,一次次的暴扣,篮板,如入无人之境。 正是因为如此,喧嚣才会针对周琪这个点进攻,目的就是为了让周琪早早的积累犯规,尽可能少的留在场上。 很明显,在今天的比赛中,喧嚣的这个战术起到了效果。 做个最简大的算法,NBA中有每48分钟数据这个统计,发展联盟找不到这样的数据。 那么,我们假设周琪能够和杜兵雄泰一样打39分钟,他的数据会是多少呢? 31.2分,11.7篮板,这样的数据并不比杜兵雄泰逊色,周琪各方面能力占优,杜兵雄泰打得更聪明。 在今天周琪和杜兵雄泰在场上虽然不是直接对位,但是也有互相攻防的机会。 两个人相比较,周琪的各方面能力更强,而杜兵雄泰打跌更加聪明。 第一节比赛剩6分55秒时候,周琪给队友做掩护,杜兵雄泰想要顶着周琪继续防守。 没想到和周琪一碰撞,杜兵雄泰直接被他飞了出去。 周琪虽然看着很瘦弱,但是身体力量上明显,要占据上风。 第二节比赛剩8分40秒时,杜兵雄泰在中距离,想要顶着周琪跳投。 周琪的身高和臂展,对杜兵雄泰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干扰。 杜兵雄泰投出的球狐,杜兵鲜,偏出篮筐。 我们不否认杜兵的能力和积极性,但是在身体素质等各方面能力上,无疑周琪要更出色。 但是在第四节比赛剩下9分51秒时,周琪和喧嚣的凯西在篮下纠缠在了一起。 凯西一直在周琪身边喋喋不休怒喷周琪,裁判给了双方各一个技术犯规。 这个判罚让周琪不太服气,心里的火气也有点被激发出来,杜兵雄泰招出了周琪这些许的冲动。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内,杜兵雄泰先是在篮下,造成了周琪一次颇有争议的进攻犯规。 接着在进攻中,造成了周琪本场比赛的第六次犯规,直接导致周琪被罚下场。 不得不说,杜兵雄泰打得非常聪明,这也很可能是孟非斯灰雄,愿意接受他在喧嚣打球的关键。 根据腾讯前方记者的消息,杜兵雄泰融入球队的速度非常快,队友和教练都认为他在场上的作用比数就更大。 这都是杜兵雄泰超高球伤的有力证明,周琪仍有四大问题要解决他还是太无私了,那么如今的周琪还有什么问题呢? 一、周琪需要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犯规,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也是周琪想要在NBA中走得更远的必修课。 只有控制好犯规,才能获得更多的上场机会,才能有更多表现自己才华的机会。 否则一场比赛的时间被法规切割得之一破碎,很有可能没等周琪找到手感,比赛就已经结束了。 二、周琪需要更加主动地要求和持球,即使在发展联盟中,周琪在场上还是太无私了。 今天和选宵的比赛中,周琪多次去给队友掩护,但是队友很少会将球回到剩下或者掩护后拉到三分线外的周琪手上。 全场比赛周琪仅出手六次,而杜云雄坦呢?足足出手了十二次,发展联盟中人人都想表现自己。 这种时候,周琪更应该把气一些。 三、周琪需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今天的那次双方技术犯规,虽然是对方球员挑衅在先,但是随后周琪的一些拼抢动作幅度明显增加。 这很显然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让对手头疼,也有可能让自己受伤。 而从今天的比赛结果看来,这把双刃剑,伤到的是周琪自己。 四、周琪需要更加积极,也许这是我的错觉。 但是从积极程度上来讲,至少今天的比赛中,周琪不如渡边形态,发展联盟的比赛,并没有那么多小数据可以支持这个宫典。 但是拥有更好肩负的周琪,应该在比赛中更加积极。 当然,如何在更加积极的情况下控制反规,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 周琪今天的12分钟,有二次进攻上篮,有和队友的空间暴口,有三分球,有篮下脚步晃动后的上篮。 如果不是两次罚球不中,那么周琪的得分中,还会增加罚球得分。 在进攻端,周琪已经是典型的进攻万花筒球员,剩下更多的时间。 周琪还是要在防守端和其他方面更加努力。 周琪仍是亚洲第一人警惕,杜彦雄泰的追赶,纵上所述,周琪依然是亚洲第一人。 但是,杜彦雄泰追赶的脚步相当猛烈。 从今天的比赛中来看,杜彦雄泰除了篮下技术有所欠缺之外,中约距离和空间能力都相当出色,而且篮板球和防守也相当积极。 以杜彦雄泰为代表的其他亚洲球员对中国篮球地位的冲击,已经足以让我们提高警惕。 这只是本赛季独蛇的第三场比赛,明年的1月和2月,独蛇还将和喧嚣进行两场较量,周琪和杜彦雄泰之间的较量,才刚刚开始。